原本正倒挂在流民船隧道内顶端睡觉休息的蝙蝠 听到声响立刻进行飞舞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全台湾最古早也是清朝时期 第一座铁路隧道流民船隧道实地了解 基隆市文化局利用中央补助的3000万元左右 进行排水等修复工程 虽然经过修复及加装灯光 隧道内算是干净明亮 而蝙蝠飞舞在隧道内也让大家感受到流民船隧道古樸的气氛 基隆市是腰墙 然后上面是观音山岩 还有红砖 然后交替构筑而成 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逸 以及文化局长陈进平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带领议员们考察流民船隧道修复工程 从崇德路端的北口走到巴德路端的南口 全长235公尺 隧道内部分别用七里岸石 观音山石以及红砖和裸岩组成 整修后已经没有阴暗潮湿的感觉 不过对于南口巴德路端依旧没有打通开放 议会也要求文化局继续和军方沟通 期待打开巴德路才能发展流民船隧道的观光 不过文化局表示军方不是很好沟通 文化局进了就是花了很多力气跟军方沟通了 不过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有进展 就是你知道那个军方就寸土不让嘛 所以就算他没有了 工业违装建筑 就算他没再用啊他也不会破给我们 不过这部分我们还是来做来努力 能不能突破一个月一天或两天 让他慢慢愿意来做这件事 今天来看的结果 还有努力的空间 需要还在跟军方 大家再来做一个沿上 能够让他有一个循环性 进到我们流民船隧道以后 很多游客会来这边打卡 然后这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景点 希望说能够进 然后做一个循环性的一个出 不要进来 然后原路又回去 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发扬观光的这个理念 当地里长则希望未来开放观光 基隆市议会能够协助编列环境清理的预算 麻烦各位议座 麻烦议长 要编一点经费 要维护 你一定有人的地方就有垃圾 我很辛苦 我四年把家人你搞得垃圾不落地 前基隆市之后我敢这样子做 我装了28式监制器 人都是要搞 所以游客来他一定会丢 所以拜托一定要编一点经费 来来打扫维护 基隆市文化局长陈进平进一步表示 文化局已经再向中央争取到一千万元的经费 办理光环境及入口意向设置计划 预定今年底明年初左右可以对外开放 但是为了维护参访民众的安全 未来会采取预约导览方式开放参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